新北市妇女服务中心邀请到了三位杰出的女性 分享她们突破身体障碍 实现自我的故事 即日起推出Light of Life 女力无碍主题展 本身是续帐的朱万花女士 因为二姐的一路扶持 使她学会勇敢 学会分享 从脆弱变坚强 她在我的人生当中是我的依靠 是我的背板 我在痛苦 失望 沮丧的时候 她都会照顾我 安慰我 于是结婚之后 我知道我要学习二姐 我要成为孩子的背板 成为孩子的依靠 你去想爱她们 拥有美的海门 我感觉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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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变化 幻有小儿麻痹的刘力红是资深的广播主持人 她得奖无数 在职场也有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提到自己 怀孕 生子 刘力红说 她用一支小指传播爱 因为自己的障碍 孩子都很早熟 而且特别体贴 亲子的相处贵在相知与体谅 刘力红说 她用一支小指传播爱 而且特别体贴 亲子的相处贵在相知与体谅 有一次我的小儿子 孩子跟我说 现在换我签了 你看 我用到她签了她 哪一天她会不会断掉 她担心会不会断掉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 不会 就像电影里面的一体一样 就用这么一根小小的手指 就把妈妈全部的爱传给你了 每一次 都被 徘徊不得住几家 每一次 就算你伤伤也不是美国 展现优美的舞姿 王鼠桥是独臂舞手 更是百变女王 舞动搂软肢体的同时 也完成脚下的艺术彩绘 然而谈到自己母亲对自己的爱 坚强的她也不禁哽咽 然后就问帅命师说 我很担心她以后结婚的问题 我们两个都哭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 那么担心我的未来 但是她用她的爱 用她的车缝 一针一线的 帮我缝制我 把我打扮得漂亮亮的 像洋娃娃一样 不让人家欺负我 三位女性生长者的生命故事 让我们看到勇者如何突破障碍 自我实现 刚才听到我们 麗虹姐跟鼠桥子 我们怎么样 从这些负向的能量里面 找到生命正向的希望和轨迹 我觉得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就像刚刚我听麗虹姐在讲的时候 她就是笑笑的讲 虽然婆婆这样讲 生了一个小孩是这样讲 生了一个另外的小孩又是这样讲 可是我们可以完全不受她的影响 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生命中正向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女力无碍主题展即日起在新北市妇女服务中心展出 透过三位女婿的故事 感受她们身为女儿伴侣和母亲的各种滋味 学习她们勇敢挑战人生的无畏精神 记者沈志勇新北市采访报道